本周,曼联的智力边风阿莱克西斯·桑切斯,也被传闻于主帅穆里尼奥薄荷,据说他质疑穆帅的战术,认为自己出场时间不够多,遭鸟书训斥, 实际上,如果说曼联全队有谁没理由责怪穆帅的话,那就是桑切斯,穆帅已经给了冬季转会加盟的桑切斯充足的机会,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让他上,曼联欧冠主场对瓦伦西亚之战,曼联又给了桑切斯,一个在新位置证明自己的机会,他先发出任右边风,然而,桑切斯给出的答案,却是另一场糟糕的表现, 比赛结束前14分钟,桑切斯被穆帅用马下而换下,智利边崩抬头,看到场边的换人牌子,摇摇头向场外走去,曼联球迷开始还给他掌声鼓励,但桑切斯走得实在太悠闲,在比分还是0比0的时候,这显然是浪费时间,猛剧场球迷随机发出怒吼, 勒令桑切斯快点走,曼联七号联盟加快脚步,跑出了球场,本场桑切斯的表现一如既往,积极但低效,能创造机会,但无畏失误着实太多,比赛中,曼联七号制造了三次得分机会,包括右路船中让拉什福得投球攻门, 依次打在瓦伦西亚后卫手上,但与本赛季其他比赛一样,随着比赛深入,他的状态越来越差,桑切斯在场上的75分钟,传球成功率不足70%,七次传中两次找到队友,15次对抗时有5次胜出,未能完成一脚射门,两次起脚都被封堵, 其中,下半场费莱尼,曾被他做出一记右路精妙的倒三角船中,然而曼联七号却在思考人生,反应太慢,被对手封堵,被木帅换下后,桑切斯回到替补席上,情绪低落,右手掩面,他显然很清楚自己不是没机会,而是没把握住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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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